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溯源命案 揭开山村女子遇害的真相 心里面的课程一下 怎么可能是她 沿途寻踪 结构两段婚姻背后的离奇人生 孩子给他 孩子给孩子 孩子给孩子 孩子给孩子给孩子 决定为何如此清帅 离开为何阻碍重重 非常害怕 因为不知道该战略 不可告人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家住山崎省离城县的孙国伟 来到长治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就姐姐孙霞遇害的案件 向律师黄德浅咨询法律意见 死刑的话肯定是 不管赔多赔偿危机 不管赔多赔少 只要是死刑的 我就不注意救了 如果不是死刑的话 我可能抗诉 肯定要抗诉的 不管结果是啥 这个程序 就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吧 2016年7月17日 孙国伟的姐姐孙霞 在慧娘家的途中离弃失踪 五个月后 山西省平顺县公安局侦查发现 孙霞的婆家二哥马二林 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时我们一家亲戚就说 直接是他送他的 你肯定找他就对了 你找谁 你就找他了 那叫我送他 做没有不其实走了 这个人我特别的成为 城府特别深 你给他打电话 根本没有意识破坏 梦得你特别相信他 最后我看会议开哈 不交我电话 我看会议开哈了 但是我喝什么酒 又不是公开去告诉我 别人告诉我 旁人告诉我 是他我肯定不相信 2016年12月13日 犯罪嫌疑人马二林 向警方供述 大约五个月前 他在送地溪孙霞 前往西沟乡坐车的路上 与之发生冲突 并最终将其杀害 警察说 你姐找借了 然后我到了路程那以后 我说凶手抓到了 他抓到我说是谁 他说是买 我当时都 我当时就不相信 我心里边咯噔一下 怎么可能是他 他都一直帮着我们 那会儿还帮着我们 打开去挨回那边找 你长着那个石头在哪里 长着那个石头 这不是找见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在哪里 长着那个石头得上头的 我买得上头的 找就找不见 你也算不上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里 孙霞的生命在他31岁那一年 戛然而止 警方的侦查报告显示 他在回娘家的途中 与婆家的二哥马二林 因家庭所事发生争执 最终马二林杀死了孙霞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所事 最终引爆成一场命案呢 悲剧可能早在15年前 从年仅16岁的孙霞 嫁到马家的那一天起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位于平顺县从上村的 这座农家小院 是孙霞生前所居住的地方 从16岁到31岁的15年间 孙霞的人生几经变故 他先后与马家的两个儿子 建立婚姻关系 前后生下了三个孩子 又经历过两任丈夫的死亡 没想过一爹夫 就是 在你家真的是一爹夫没想过 2002年 当时还不满17岁的孙霞 经一个熟人介绍 和比自己大8岁的马四林 仓促结婚 因为还没有到法定年龄 孙霞和马四林 仅仅在村上办了婚礼 并没有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 我们那边娶夫人 都是举办个仪式 开着有会设啥的 其实都不领结婚证 有的时候年龄 大部分都年龄不够 有的时候孩子都三四岁了 年龄够了 白户口才去结婚的 当时只有16岁的孙霞 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 几年之后 他的人生会遭遇一场重大变故 而恰恰是因为没有结婚登记 导致她的权利 得不到应有的主张 2006年 孙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那年冬天 她的丈夫马四林 去矿上打工的时候 失足掉下矿井 不幸身亡 下去了 就是一个井盖 我进去倒入矿石 他穿着脾鞋 好像先到板口了 他去踢了 然后一下滑进去 马四林是一家四口的顶梁柱 他的意外离世 对于孙霞和两个孩子的打击 可想而知 就在亲朋好友暗暗 为孙霞和孩子们今后的命运 感到担忧的时候 孙霞却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和马四林的三哥马三林 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 组成了新的家庭 多年以后 孙霞的母亲和弟弟表示 孙霞当年之所以决定 和马三林仓促结婚 实属被逼无奈 其中的原因 和马四林死后的工伤赔偿款 有很大的关系 在当时婆家人以孙霞和马四林 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为由 不同意孙霞参与马四林工伤损害赔偿金的分配 但他们同时表示 如果孙霞同意嫁给马四林的三哥 这笔损害赔偿金就可以分给他和两个女儿 人家家里边有求就是 如果给他们一家老三有个结婚 这三十多万就给我结 老子出路子了 他也想着海得给大海家庭 海得给好几个小管活的 我也给拿这个师父上一 路上一 拿着来也行啊 早已有点俩小女的了 想着这玩意好收拾上的成个天气吧 不如那就带海得给走了就 孙霞与马三林混后的第八年 不幸再次降临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马三林 施工时意外从高空坠落 身受重伤 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抢救几个月之后 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而就在马三林申过后不久 孙霞一直诉状 将婆家的大哥马大林 起诉至法院 我下地在这个死亡以后 赔上了钱的时候 我说你把这个钱 你自己这样掌握都你自己的 结果是到水后他不停 非得打到老大卡里头 一共弄了一百零一万块钱来 大人这水路这十万钱了 孙霞和婆家大哥之间的诉讼官司 曾经是从上村十分轰动的新闻 2014年孙霞的丈夫马三林 因工伤去世 为了争取工伤损害赔偿 孙霞委托婆家的大哥马大林 与开发商进行谈判 而在开发商承诺的赔偿款 到位之后不久 孙霞和马大林就因为赔偿款的分配问题 起了纠纷 他老大那个媳妇 直接从一百零一万里头 拿走 私自拿走二十万 说是照顾我姐夫 还有她弟子 这种 她就私自给拿走了 鬼女就因为这个打官司 哪怕我突然之外 我今天就杀害不用 反正反正你够下我付费到底 在当时 马二林曾经是孙霞坚定的支持者 并为此和大哥翻了脸 我说你是个大 我是个女 我说罗家咋爹了 是四楼孩子了 罗家咋爹了 我说四楼他爹了 我说罗家故乡 我说四楼丈夫了 我说与咋粮也没关系 是不是 我说咋粮探了钱 我说咋粮去了 与咋粮也没关系 就算了我给你 六两个周了 在马二林看来 大哥和弟媳之间的这场纠纷 之所以会出现 根源在于孙霞擅自做主 同意将赔偿款 达到马大林的银行账户 而在公共婆婆看来 孙霞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 同样出于自己的私心 对于他们作为父母应得的权益 无论是孙霞还是马大林 都没有过丝毫的考虑 孙霞和马大林 中文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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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账户 这也不能说什么 那账户 这实施就是这 我说孙霞 这个账户不错呀 你瞧见我没有 我说那是你之前 弄到大时候的路路 我说你都 你俩也费了 把俩老子来干了 孙霞和马大林 关于赔偿款的诉讼 历史两年多 中间经历几次上诉 最终以孙霞败诉 作为终结 输了 他婆婆那边说是 老大的儿媳妇吧 回去给了他死三碗 这样 这样就输了 给了婆婆死三碗 意思就是说 他只拿了 十一碗吧 十一碗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费 一些其他的费 意思就是他没多拿 2016年7月17日 孙霞从从尚村出发 乘坐婆家 二哥马二林的摩托车 赶往12公里外 一个叫西沟乡的地方 他计划从西沟乡坐车 回黎城县的娘家 那天回来主要是 拿档案就是拍档书 平顺县佛塘领村 是孙霞最后被发现的地方 据马二林公述 2016年7月17日当天 他和孙霞曾经在这里 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而争吵的内容之一 就是关于孙霞和婆家大哥的 这场诉讼 孙霞已经故去 关于当天他和马二林争执的内容 除了马二林的口供之外 已经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作证了 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孙霞在被害前 曾与两个人通过电话 一个是他的弟弟孙国伟 另一个是孙霞丈夫 马三林升迁的好友刘春 据马二林讲 正是这两个电话的内容 勾起了他内心 长久以来的种种不满 孙霞的通话记录显示 在7月17日早上7点左右 他曾经和丈夫马三林 生前的好友刘春 有过短暂的通话 事后刘春向警方证实 当天孙霞和他通话的目的 是向他讨要一笔5万元的欠款 据警方调查 孙霞急着让刘春还钱的理由 是他的弟弟国伟出了车祸 急需一笔钱 而据马二林讲 案发当天在路上 孙霞也曾接到过弟弟 向他要钱的电话 就和他的弟弟说了几句 说是前段时间 刚给过你几万块钱 现在你又要钱 这东西你姐姐钱也不太多 这个马二林听了这个话以后 就感觉这个很恼火 这些钱都是他这个弟弟 就是用命换来的钱 感觉心里不太高兴 他就说不用你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 我说你一言一言就行 对于马二林的说法 孙霞的娘家人并不认可 弟弟孙国伟表示 他在案发之前并未出过车祸 也从未向姐姐借过钱 而孙霞的母亲则表示 自家曾经在马三林受伤住院期间 借钱为马三林垫付了 近四万元的医疗款 四万块钱是一个两万五 七十两万五吧 那会儿时我就拿出来还给我们 我就怕他家里边 他公共知道就说他啥 所以说是 我估计我就给他说 这是出车祸了 他在月几秒 他这个地方还没了 像是闺女哥把家倒窃了 我为了照闺女 把钱又都没了 孙霞本人已经故去 他生前到底有没有用 丈夫的死亡赔偿金接近杨家 已经没有答案 可以确认的一点是 在孙霞生前 对于他该如何使用 自己名下的这笔赔偿金 孙霞的婆家人一向早有不满 初恺都是那个师傅活动了 大妈在那儿是死亡的 我说你弄了两钱你都抓到 说你花钱是吃完吃完的话 我也都后常花了 回家 你接着不接着 我说这一个两钱 你这花弄就不接着 这个钱就是叫花了 叫这了 不花我这了 警方调查显示 他应该于2016年7月19日 前往售楼处交付全款 他的意思就是 打在这平均间买个房子 然后在那儿上个班 把孩子都接到县城里边上去 找个对象 然而7月19日那天 孙霞没能按约定 前往售楼处交款 就在两天之前 他在回娘家的路上 被婆家二哥马二林杀害 在警方的调查笔录中 马二林曾经供述 在他杀害孙霞之前的几分钟 两个人曾经因为孙霞买房的事 发生过争执 并当场翻了脸 如果马二林所说的这一境界属实 那么在当时 他为什么要对孙霞买房子的事情 横加阻拦 而孙霞又为什么对马二林的劝阻 如此反感 据孙国伟讲 姐姐孙霞有了离开婆家 独自生活的想法后 和婆家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 找过对象 找过一个 我见过以后来我这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俩怎么样了 对于孙霞相亲的事 他的婆家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 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 婆家人和孙霞之间 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我开始我说来你就咋的 找家的大方也有 你就找那个大家的个来也行 找上大家个来 我说来我也不害羞 我就是尊敬喀布巴巴 我就是给他说这里 我说你找品水钱 里程钱这么大地方 找政策亲戚 我说他随便找个 接受上个老师的 是能成熟的人 因为三个孩子的 不是容易的 我尽量找他找个人 你再往上就接受上这个吧 我说不可靠 他是说这个不用你管 跟我这个打 我就不好意思打下算了 而在孙霞娘家人的叙述中 婆家人对孙霞的干涉 已经到了让孙霞无法容忍的地步 我姐每次聊天 老二总要问一下 然后我姐手机一想 她就要去看看这些水 给谁聊天 经常因为这个事 给我姐吵架 我没有当场说 你不能这样做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没有肯定 我从来这吧 你只能找我这三个孩子 就抱我目的 你远这么就这么就对了 马儿林和孙霞 对彼此的不满 终于在2016年7月17日这天 爆发成一场争吵 当天在平顺县佛唐领 马儿林第一次得知 孙霞有离开平顺 去娘家离城买房的打算 马儿林就说 我在这儿给你照顾孩子 这么长时间是吧 你就为了 就不为我 你为了子女 你到平顺县城买房 这个马儿林就考虑到 是不是孙霞想把买上房以后 给他娘家了 就心里边这个火气就更大了 在这个山上 就是正常了集聚以后 也在这个摩托上 他就要下车了 也不然我说了 就是一个人飞往那个方向 就不行 当时我就是计划 就是把它抱上摩托上 放到他前面 我就计划推上他走 就在这儿 就随着就用我胳膊弄在这儿 我感觉就是 我也不能用多大 我就受死路死以后 就这么一切 据马儿林交代 当天孙霞在短暂的昏厥之后 曾一度苏醒 并向他呼救 非常害怕 感觉不知道该炸弄了 就所以说抓了个石头 就再炸弄两下 在杀死孙霞之后 五个月的时间里 马儿林曾经以孙霞的名义 给他的弟弟发送多条信息 制造孙霞为躲避地的要钱 而外出打工的假象 因为悔恨和焦虑 在案发后的五个月里 马儿林身体和精神 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一直想偷 排斥所 我抖去我 我一直走到那没想 来到刑警队长 走到王壮排斥所 走到那 没能力勇气紧去 得知了姐姐遇害的消息后 孙国伟一家人聘请了律师 他们的诉求 是为死去的孙霞讨回公道 同时为孙霞的三个孩子 以及他们自己 争取应有的权益 而他们委托律师办的第一件事 是向警方要回孙霞的遗体 作为代理律师 黄德前为孙国伟一家 处理的第一个法律事务 是孙霞遗体的归属问题 按照相关规定 在法医完成事件之后 被害人的遗体 应该交由被害人的近亲属 进行安葬 但在本案中 孙霞的遗体 究竟该由谁来领取 并进行安葬 孙霞的婆家和娘家 出现了争议 我们当时就说 既然那个佩英婚 那个钱都出来 这个尸体就应该归我们这边 那么 所谓的佩英婚的钱 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孙国伟讲 姐姐孙霞生前 为了离开婆家 选择新的生活 曾经从自己和孩子 分得的六十多万元 工伤赔偿金之中 拿出二十万元 给了公共婆婆 孙霞的遗体就不应该再交由婆家领会 如果说是这个尸体 他娘家把他带回去 然后那么就会导致 他丈夫他们这边家里面 以后还要给他丈夫配英婚 就会出现一笔费用 因为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话会经常会发生 这种争议在民间 在律师的介入 以及多方条件之下 孙霞的娘家和婆家 最终达成协议 娘家同意孙霞与马三菱合葬 同时由婆家补偿娘家现金三万元 我也就是 想给我自己找麻烦 你弄到我这边 又得花钱挨脏 再不说了 如果这边你不能放这个孤匪 放这个孤匪 如果我们这边有 就是说 给这碰一碰围出去 到时候人家还是说 救救你为了钱 把我妈给卖了 从2017年年初开始 孙国伟一直在关注着 姐姐被害一案的进展情况 她开始上网查阅 刑法的有关规定 与此同时 委托事务所处理姐姐身后的 相关民事法律事宜 主要就是这个 培抢这方面 还有这几个孩子 抚养一提 我是不想当他们待在那边 如果抚养一提不到 我们接护去也要争取一个 因为那边孩子 他们那边条件 现在不容我们家了 三有抢命的 就是按那国家这个培抢金 允许我 典那个 我来允许好 额外这个气我不合 还有三个汉子吧 小孩后 生活了 可是我当老了了 这三个小孩都很可厉 就是用了这个养老权 以后大了 照江湾来了 我尽量保住我 如果说我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如果上述的话 是不是 那个就不需要提 不是 不是 就是所有的让你要牵制 只是正常履行法律程序 生效的法律文书 并不是一译 说你不牵制 它就不生效 不是这么个概念 就这个案子来讲 只能是按照法律的程序 尽可能地 尽可能地 追回属于 这个苏霞父母 应该分得份额部分的遗产 被害人马一家 因家庭琐事 对被害人产生机缘 适中 因头脚 由他提起撒心 才用胳膊 勒劲 塑料袋拭嘴 舌头砸头 和手段 杀害被害人平白时 经本院审判 要为逃人决定 判决赴下 便宜起立 被害人马一家 犯故意杀人队 判处死刑 反其了别之心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北昌 附带民旨诉讼员 孙子良 黄孝美 孙伯伟 经济损失 两万九千四百八十元 上述款项 与本案件生效 自制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 好 今天我们节目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习志国老师 欢迎您习老师 习老师 这起案件当中 当孙霞的第一个丈夫 四邻死了之后 公婆却说 因为你们 没有领证 所以得到了 这个死亡赔偿金 孙霞你不能拿 这种说法有道理 那么死亡有两种 受害赔偿至少 第一种受害赔偿 就是他所抚养的人的 抚养费 这部分应该是 我们看是 送逝林的两个孩子 以及逝林自己的父母 逝林对他要 富有抚养义务 第二部分 就是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 在2003年 关于人生 受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那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敬请署 有权利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 那么敬请署是谁呢 应该是指的 第一顺序的 应该是他的配偶 父母和子女 但问题就来了 因为在本案里边 这个逝林和松下 并没有什么呀 领取接红证 是 那么就不再 想有这个 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了 那么孙霞有三个孩子 还未成年 那这三个孩子 应该由谁来抚养呢 民法总则 27条第二款的规定 由他的主父母和外主父母 来担任这个接护人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主父母和外主父母 都有接护人的资格的 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歇杀 如果歇杀不成的 那么可以由法院来进行解决 那么这个解决的时候 要按照最有利于 三个孩子成长的决则 来确定 究竟是由他的主父母 还是外主父母 来进行接护 来进行抚养 法庭一审宣判之后 被害人家属认为 量刑过轻 以委托律师 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与此同时 关于孙霞身后的遗产继承 欠款追偿 以及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等相关的法律事宜 被害人家属 已经委托律师 着手代为处理 一条鲜活的生命 两个破碎的家庭 面对积怨和矛盾 采用极端的手段 留给亲人的 只有是痛苦 留给自己的 则是无尽的悔恨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西志国老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